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盘棋为您带来的是由韩国的世界冠军袁胜珍对这马斯特的一局 应该说韩国的世界冠军也都清朝而出了 从基本上可以说数得上来的这些这几年拿过世界冠军的这些高手都已经依次上准备上阵 这是一个可能是棋界百年不遇的一个现象吧 就是所有人都愈悦愈试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又都不能说败幸而归吧 但是总归是难以突破 现在下成了这样我们看看黑棋挂 有什么新鲜的布局吗 飞 马斯特挂脚 他想见 这个我在之前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过 白棋永远都不拆 这招真的是我觉得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觉得这个棋的效率太低或者说他觉得这个棋的重点就是在空中而不是在边上拆 所以马斯特的棋永远他都不拆 对方逼他就又使出这个卡尔虎的下法 很实用 而且几乎可以说每盘都是这么用的 那就证明其实可以 呃 以此来寻找到一些规律 这盘其实没早 呃 这个 这在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对局当中呢也是下的很多的 就成这样了 现在他没有走 这个黑方呢也没有去夹击白棋啊 黑棋也没有从这儿夹 黑棋是挂脚的 嗯 难道他们在这个地方达成了某一种团协吗 但是这个局面肯定很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会有什么太大波澜 就是某一方程很大的形式已经不可能了 应该是一盘铺地板的格局了 当然这个呃 对马斯特的研究也是在呃 跟他这个经历了几天结绞杀之后呢 人们慢慢的总结 才发现其实跟马斯特的重点应该放在布局 而且应该越早越好 呃 甚至有人说应该多制造结征啊 多打几个结他就运了之类的 呃 等等吧 就是这种说法很多 嗯 但是呢 在下这个棋的当时的时候 其实大家更多的还没有把后半盘 马斯特的这种恐怖能力 呃 很放在心上 就觉得呃 也许是一个偶然现象啊 但是 大量的对决之后 大家真的发现 收官是不可能收赢他的 他这个官子的能力 基本上可以说 根据他的这个 能力啊 有一些职业器所发出一种感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即使把这个局面到那个时候 调整成 比如说某一方啊 黑方不贴墨了 马斯特是白起 黑方不贴墨 他也一样能赢 就是 他把这个后半盘的东西看得太清楚了 所以 让人们就产生一个感觉嘛 就是想赢他呢 肯定要在前半盘去想办法出击 所以现在不是也有消息吗 说这个 很有可能 呃 今年我们会再次看到人机对异的景象 那么 可能啊 想要突破 就人想要在这个上面突破 就是需要在前半盘去想办法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呢 肯定就已经 比较平淡 我觉得会更适合白起一些啊 更适合这个AI 肥 这里是简明的一个定型 肥 小肩 其实人圣针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 他这个有一个外号给他 叫原大锤 这一锤下去 有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凶狠啊 但是在现在这个局面 好像没有看出来 这个趋势 肩虫 这都下来的比较平淡 这样 接下来 啊 在白起走一些之前 他把这个挤掉了 这是他的权利 接下来 黑旗 如果大家的第一感是走这个的话 也不坏 跟我差不多 但是呢 如果这个时候感觉走在这的话呢 那就比较不错啊 世界冠军的感觉 这些是要飞一个的 什么意思 你如果贴 我是不在这继续下的 我是要跳回去的 呃 目的是什么呢 是把你这个棋走住 比如说这样子的棋 当然了也 不是特别坏 但是将来你再去走这个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子人家不要了 就是变轻了 走不到了 这个交换他永远就 当做他便宜了嘛 他这个 先便宜在了前面 以后也许 其他地方有战斗的时候 就会不一样 所以呢 白旗这个地方交换到一下 再回去 就是世界冠军的感觉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 反击的念头 就非常好 咱们这样了之后啊 黑旗班 继续走 白旗呢 没有硬他 白旗在 这里飞 中央行旗 黑旗班 这个飞过来 这个看起来也很 流线型啊 这个都是小飞 姿势优美 嗯 但是下面的 接下来的两手 这个白旗啊 这个下法呢 我们先斩不论 很高下 但是就这个思路呢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借鉴 就是刚才我们讲 白旗走一下 是为了防止以后走不到 现在白旗 又走了两下 这旗有意思了 断 一提 这样一看呢 觉得不知道白旗在干什么 走两招不知所云的旗 但是实际上 他是担心将来走不到 因为 这盘旗的重点的战斗 一定是在下班 这下半盘 一定是在这里 那么将来如果说 比如说这个旗 战火啊 燃至中央的时候 有可能你再下这样的旗 对方就不应你了 这个是很难说的 但你先把这个定型调呢 就涉及到一个 掌握能力的问题了 你能不能 估计的到那么遥远 遥远的那一天 这旗就正好能够 怼到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起到作用 不好说 但是这样的思路 我觉得大家可以借鉴 就很多时候啊 你在对方这个 比如他现在想联络的时候 就把这个旗给他交换掉 应该来说 亏的可能性呢 有 但是 概率比较少 大部分时候还是便宜的 毕竟你是走在外面的嘛 我觉得这个思路 大家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还是很有帮助的 接下来 它是下了这个铐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它总归是要觉得这个旗 就算往这边去下 把你呢 牢牢的把你封锁在二路上 然后它呢是面向中央 黑旗呢在这个地方搬 白旗户 黑旗档 在这里呢 就换了几个之后 白旗没有硬了 这个局部 因为它肯定也看出来 如果推这个 那肯定是后手 对方肯定不硬 走哪个呢 这个地方是这样 当靠这个的时候 现在是这样 我们重新来看啊 靠这个时候 黑旗呢在这一带 其实价值已经比较小了 所以它是战士出头在这 面向中央这里 这几个呢 是白旗把它打掉 但是打完之后 也不会下了 这个地方 不会再继续走了 下这个 这是 就是空间感 很好的一个手段 让你捕啊 你走在这 它就往前一长 你就很难受 就是让你不舒服 如果你要单纯的捕呢 都是后手 价值不大 实际上黑旗呢 也是 这个旗也是一个反击的第一感 就想要走到这边以后 让你这两个变损 现在这个旗 如果白旗死在里边了 那这两个彻底是变成损招了 那么就看他们这个地方 斗智斗勇 靠好旗 在这地方靠 挖 打尺 粘上 贴灰 把旗一挡 这个时候我们一看哈 觉得黑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前途啊 这个旗 全部被封进来了 继续往于这边打尺 打尺 但是 我们看这个旗 随着白旗这个逃跑的桀梏 走一走的就会影响到这边啊 顺便打一下 长 白旗就这么一跳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刚才走的这两手旗 意外的居然产生了 效果了 因为确实是有帮助啊 这旗 无论是对于气 还是对于它可以出逃的空间 你 如果这里没有 我们看一下什么样 你别说加这个了 你就永远都走不着 什么都没有 这几个交换明显是白旗大德 所以这个 走到这儿了 这么说 但是 如果在没走之前 就能够把这个变化看到的话 那确实是厉害了 怎么这样 其实黑旗这地方 旗金肯定是死了 这个旗已经毋庸置疑 逃不出去了 白旗的旗也挺长的 也不会很受委屈 所以当行为这样子的时候呢 可以说黑旗也是一无所获 这个地方又有一贴 这个局部这四个子 还有可能要被吃掉 所以他还得花一手旗来回房 还得回房这旗就难了 白旗把这个一贴 当初这几个子 现在完全就是 就怎么说呢 这个隐藏在敌军当中的伏兵 现在已经接应上了 这么一来 肯定这个形式啊 黑旗也是 大差 不能说用 不能说用这个比较 比较简洁的语言了 就是差很多了 这个旗 这块还没有活 现在这个 处于这边 白旗把这个走下来 白旗就把自己的旗都走畅 黑旗就不够了 实战呢 他在这继续折腾 断 做最后的挣扎 那是下来也很简明 一靠 这旗已经没有活路可怕了 你做这个我就粘住 吃我就跳回去 这进来都是 都是囊中之物 如果 像他实战一样 搬这个 希望祈求一点便宜 他都给你 你尝 对于这边呢 你是联络不上的 只是一些木索 所以他还可以脱先 那这个旗呢 其实差距啊 也就越来越大了 拐了一个 这个旗的差距就是由于这个地方的旗已经死掉了 其他地方你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利益 而你死在这个旗的同时你从这边跑出来 这边确实有收获 可你中央又什么都没有了 全部被白旗破掉了 嗯 这个差距就 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后来呢 定型了很多 但是 对于这个旗来说呢 它是没有什么 可以争胜的余地 走得很简单 就一站 别让自己这地方出毛病就行 简单的一收树 把木树一收 这旗就 呃 赢很多 所以最后呢 黑旗也是就中盘 认负了 还下了一些 但是基本上嘛 没有 没有什么可以折腾的地方了 嗯 其实大致就 进行成这样 这些它都可以让给你啊 都给你 不大 这盘棋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是白旗这个飞 就是这个思路还是很厉害的一个 把你走中 另外一个思路呢 就是从这搬了打吃的这个思路啊 就是把子仙走到外面 慢慢的也许会发挥功能呢 这个谁也说不准 所以这盘棋 白旗的获胜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盘棋呢要为您带来的是由 著名的棋手柯杰对阵马斯特 可以说 从马斯特在 这个网络上横扫以来啊 对于 让柯杰上场迎敌的这个呼声 就是特别特别的高涨 所以即使他之前已经跟马斯特交手过了啊 当然是这盘棋呢 是在野狐网上 用潜伏的这个名字 来跟马斯特交手 喝酒的黑旗 走到这里啊 之后中国流 然后挂脚 没有在这个地方继续应对 没有说把这个地方拐掉了 就直接 这样子 扩张自己的形式 这个布局也是有的 但是接下来白旗的下法是从未有过的 所以说 马斯特也是一直在创造变化 创造历史上的变化 走什么了呢 走的都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是这个棋怎么老从窄的地方行呢 我们有的时候说这种棋嘛大概掉一个应该是一个掉子啊 就正常分寸啊 我们说是分寸 但是他走这个呢 跟分寸应该说挂不上边 这个一尖顶 这很明显啊 你这个棋就是过分的 我这周围有 这三打一的局面嘛 但是呢 结果往往都不是这样的 这个 就有点像愿望都是美好的 但是结果都是落空的 这棋子完成这样子 其实本来我觉得 当时因为我也在看这盘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觉得 这个白旗确实太蛮不讲理了 这地方都 都是黑子啊 你就进来就要这样子强硬的作战 他走什么呢 他靠 但是后来呢 慢慢的去理解 其实有的时候发现 这个Master 他很多的时候 他的这个行企的行为 可能会是未来下期的一个趋势 就是他可能代表的是未来 就是我们现在去评价 他可能会显得有点苍白 就是我们的层次 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去说他这个过分了 或者是不能理解了 仅仅居限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层次上 但对他这个 到了他这个水准的话 也许就不这么看了 先来看这个棋 为什么觉得 白旗太过分了呢 就是很显然 这白旗 就已经被黑旗咔嚓断掉了 你两块需要处理 怎么可能说 让你一下子处理好呢 但是 这首科鞋长的这个 我记得科鞋长这首长的也特别快 感觉到特别的有气势 这个时候应该说整个人是自信满满的 接下来 搬 搬其实正确的话呢 应该没什么好考虑的 搬外就走这个 但是呢 也要遭到这一顶 白旗很自然 就把这四个子很容易就处理好了 那两个他可以当做气子 所以 一开始不理解 为什么后来又慢慢理解了呢 就觉得 其实他也是觉得这气挺轻的 可气可取 车往哪边都可以给你 实战呢 黑旗长的这个 走的也很积极 这个旗 因为你如果近脚 那我把这一旗连回来 这四个子自然死亡了 那脚上那旗呢 也没完全活 当然白旗也是失败 但是白旗走的也特别的 紧凑 这时候要把这个旗形的拿捏 掐到好处 这样之后 一跳 感觉上 似乎白旗还不错 为什么 黑旗这两个子好像离得白旗太近了 当白旗这个旗出了头以后 这两个子 明明的有一种负担的感觉 比如说我不离他这么近 我其他地方走一个 也许这个旗的效率就还可以 这个旗现在是有点怪 但是呢 白旗毕竟也还没有活 所以 当时也是觉得下结论还为是上早 尤其是黑旗 尤其是黑旗又把这个旗给吃掉的时候 黑旗可以不在这儿花一手旗 我们看不在里边走 这样就被白旗吃了 白旗必须得补这个 然后黑旗呢 现在就已经可以脱鲜了 实际上他跳了一个 在这个局部 白旗已经死了 为什么 你这个拐当然算你的 你就算长 我一走 要吃它 你只能搬进脚 但是这个旗是一个眼杀 黑旗有眼 白旗没眼 就死了 所以 这样一看呢 觉得黑旗的效率很高啊 这脚都没补 就把白旗吃了 同时白旗也没活 这一串子是大负担 我还跳到这手了 感觉上这个旗白的 似乎这一串 就是有一种感觉 是好像这个旗要蛇的感觉 这是不是要挂 它实际是非 但是这个 马斯特的旗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他 首先他很有韧性 他不会轻易的去舍掉它 就是 好像说这个东西很锋利 但是锋利的东西 它也容易断啊 它不是这样的 但是同时呢 它又好像感觉 就是你老也抓不住它 它又像水一样柔软 它这旗总是能给你带来 很多的变化 它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毋庸置疑 肯定是黑的好 但是黑的 你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局面给它运转呢 就像下一手旗 下一手旗走这个了以后 黑旗呢 是没有硬 在这个局部 黑的没硬 可能本身 无论是飞 或者补 或者跳 可能都应该走一手 实战黑旗没硬呢 是去拐这个了 这手旗你后来也是 就一下子 你这个问题 手一出呢 就被对方抓住了 它特别敏锐的 能够抓住你的问题 这个给你的压力 就太大了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永远不犯错 这是不现实的 但是当你一犯错 对方马上就能抓住 这个能力 确实是 就是人的话 肯定是做不到 这么的敏锐 哎呀 这一打入 复杂了 顿时这个旗就复杂了 黑的飞出 白的 跳 贴 二一剑 这条尖也是一招 很有趣的一招棋啊 普通感觉嘛 大概总是要往外面去行棋了 走在外面好像比较大 这感觉 重点在外面 这个律师先手 他也渡不回去 但是这一尖就是 形容一下 就是那种内力非常深厚的 呃 内功啊 大家就用内功这个时候来 领会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黑棋这地方居然也不好风白起 轮你下呢 也很痛苦 但是你也不能硬啊 如果黑棋还去硬的话 也没有这种心情 所以 今天一个看似 不怎么起眼 但是实际上 也是内功很深厚的一招 呃 黑棋搬了 护一下 臭底把你这个棋行给你护的没有行了 同时我一打 这个利由于是先手 这决先 这个棋是可以度回去的 那么在外围开始战斗 可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盘 这个呃 比较 铺底板比较多的这个棋以后啊 再看这样的棋 会觉得挺刺激的啊 挺有 挺有这个视觉冲击力的 冲短 长 注意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贪图这个打 如果你打出来的话 这个被对方一打 这个棋的行就没了 气也没了 挡住 呼 他再一长 呃 这个棋记得在当时看的时候也是 也是一种感觉挺不可思议的 因为当时觉得这一冲的时候 白棋局部是没有棋可下的 但是走了几招之后发现 又远不是那么回事 说明这个AI 他的计算能力 其实是看得很远的 他这一尖啊 当时给黑棋尖坏了 为什么 棋局上特别想下来 但是你如果下来 就被吃掉 他吃掉你这两个 不是他的重点 重点是你这个棋全部 可以说基本上 他不吃你可能都活不了 这种感觉 就是 彻底的就沦为废子 这些字 这不能 这个棋筋不能死 只有沾 沾住他再一挡 哎呀 又要想 这黑棋能不能出得了头啊 这棋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精彩了啊 最最精彩的地方 刺激了 断 断是因为这个外头呢 有一个冲断 可以成立 而且又绑住这招也是太凶了 走别的都不行 那挡一个是局部的最佳手段 挡一个太厉害了 黑棋只有力 因为你吃这个 他被他吃回去了 看起来有吃 不能吃 他就走这个 依然是瞄着冲断 那黑棋呢 他先冲了一下 但现在就一废 黑棋把这个棋吃了 但吃这个 实际上这个局部 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这地方一打 一尝 局部来说 其实是白棋吃黑棋的 这个黑棋是没有眼的 但是他可以寄希望于 这有了沾之后呢 杀这块白的 所以白棋现在冲这个 因为他保留嘛 他保留这个 有个打拔 这个字在他嘴里 他现在先冲这个 黑棋呢 就有点不敢 在这继续硬了 只能粘住 白棋一半 形成了一个转换 转换就是 你把我这个角呢 全部吃掉了 同时我呢 把你上面这里呢 也给吃掉了 转换这一看呢 觉得好像双方差不多 但是大家请注意的是 我们把目光 放到全盘上来看一下 几乎在这半个棋盘 没有黑棋的子力 而且白棋的子力 全部是辐射在这边的 就你这三个子 基本上就是蚕子 一点又没有 那这一袋 全部都是白棋的形式 这个是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大局观 就是如果下棋的时候 就有这种能力的话 这个也太可怕了 可能我觉得 也真的不是 人类所具备的能力 但是现在 很明显 这棋真的是白棋好不少 原因 就是你刚初 再挡了一个 这手棋现在看看 其实挺可笑的 你也就是吃一下 我拆瓜 麦来越多的子力 都在白棋的 有效控制的 实力范围之内 那黑棋这个棋 跟这个就是一样啊 我们看 其实你的效率 也没有很高 吃掉我这个脚 也就还好 但是那边 已经支离破碎啊 这全部都是蚕子了 那这一下子 这个 这个棋就 变得很困难了 靠肠 这个破坏 黑棋的眼形 跳出 黑棋的这一带呢 也是形状不太好 飞 白棋 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怎么样子 用强的应对 立了一下 这是他的牵手 飞 白棋其实就是 利用你这块棋不活 把自己的木盛上 然后这块棋安定 把你这地方吃掉一些 那就够了 黑棋这个时候呢 拼命啊 拼到这 但是 很遗憾 这个效果也不好 为什么 因为棋形不好 现在这个棋形就很难受了 实际上它是长这个 但是 被白棋这一倒贴 黑棋的棋形全都坏的 正在被一拐 这个肩冲 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转贴过来 这些还只好断 这个 进来的下法呢 黑棋有点实在是 惨不忍睹啊 这 棋形不好 就是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 当被对方搬的时候 动不了劲 只能 笨猴在这儿 这个棋形 我想如果不是跟 AI下 我想大家也见不到 柯杰还有这么惨的时候 真的太惨了 这个棋形 就是因为棋形不正 棋形不正的 到处都要手指 现在这被一冲 这要瞄着打吃 刺 冲 虽然说这可以冲断 但是 鱼絮无果 它就打吃一下 这个地方 你立 我就一粘 那里拐一个 但是其实还是个打结 但是我们看全盘 黑棋哪里有白棋的结材呢 白棋 用我们的话说 就是死棋结材多呀 我这个脚 就有好多结 什么拐啊 什么断啊 什么长啊 什么挤啊 都是结 然后 下面这个脚 也都是结材 你这也不能死啊 我这各种打吃了在里面 就都是本身结材 那这个就等于 黑棋根本就打不赢白棋 所以这个棋的差距 就已经巨大了 那么这盘棋 最终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